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VOA卫视 又到了我们的VOA连线时间 2013年1月台湾国内的政治非常活跃 新闻看点不断的出现 例如刚刚又有针对马英九最新民调出台 其结果难人寻味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申华 请他来为我们介绍台湾方面的最新动态 申华你好 营姓你好 听众们好 请你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有关马英九的民调的热点 到底是什么 有什么有意思的地方 今天来讲出台的是台湾一个叫做年代民调组织 出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调查结果 这个调查结果内容很多了 这里面我挑两点跟大家分享 第一点就是关于马英九的支持度 那么这项民调显示马英九目前的支持度 还是徘徊在13%上下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13%呢 已经连续两个月的时间维持在这个水平之上 那么台湾各界来讲 对这个新的民调结果呢 做了很多的解读 因此来讲我作为新闻的要点 跟大家进行分享 另外一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呢 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调查的结果 很令人吃惊 因为大家都知道民进党在新年过后呢 恐怕要发起一个罢免马英九的一个行动 但是这次民调却显示呢 52%的台湾民众认为 不希望罢免这个 不希望罢免来讲的马英九 那么这个来讲跟很多人的分析呢 是有很大出入的 因此来讲说明台湾民众呢 在这个对马英九的支持度一方面 是比较低 但同时来讲呢 又想维持目前的状况 那就是说对于马英 对于民众来说 马英九的施政呢 还是有它的可取之处 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马英九它执政的亮点 有些哪些 我们时间比较紧 请你稍微简短一些 好 那么马英九这个执政的亮点来讲呢 主要是这个外交方面比较突出了 现在大家知道由这个立法院 那个负责人 那个王金平率领的代表团 还在美国进行访问 那么对美国的这个台美之间的关系 在过去的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发展得非常的热络 有两次重要的国会的参访已经进行 另外来讲呢 王金平院长讲 1月26号 还有另外一个美国的国会代表团 将到台湾进行访问 另外来讲呢 这个王金平院长这次在美国呢 还想推进TIFA 也就是两岸的贸易和投资 台美之间的这个協议 框架协议的恢复和发展 所以说的这个亮点在外交方面 在台美关系方面 是这个马英九政府 感到非常满意的一个地方 您信 我们知道台湾的国民党内部 最近出现有关质疑 这个马英九啊 再次竞选党主席的这个声音 那么最新的进展如何 请你很快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点来讲呢 在过去几天来讲 是台湾舆论方面关注的一个要点 因为台湾的这个国民党内部 一个叫做蔡正元的这个立委 提出马英九来讲呢 继续兼任党的主席 竞选党的主席 就是第三任党的主席 是不符合这个相关规定的 关于这个问题来讲呢 台湾的这个国民党内部 也是有不同的意见 那么蔡正元委员来讲呢 还坚持他的立场 认为马英九来讲呢 如果竞选下一任 也就是第三任 这个台湾国民党主席的话 是违反党章 同时也违反台湾的这个人民 相关的这个人民组织法 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呢 国民党方面也是立场非常的这个坚定 党中央方面出面 坚决支持呢 这个马英九继续进行连任 对于这个问题 台湾各界呢 也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我们在这段密切观察 明信 好的 谢谢VUA卫视 驻台北记者申华的连线报道